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老年人的骨盖比较脆,容易骨折,腿脚疼痛,浑身没有力气,精神状态也欠佳 这些情况都是缺盖导致的 想要老了身体好,身体呛壮,走路有劲,腿脚不疼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需要保健养生 多使用一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可以很好的补钙 而且能够预防骨盖的流逝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道装骨汤 补钙效果,特别的给力 比吃人参暴雨,来得营养更丰富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更容易补充营养 做法简单明了,清淡爽口不溶腻 适合多种人群使用 我们先准备豆腐 豆腐的豆腥味比较重 我们需要用水浸泡浸泡,能够去除豆腥味 豆腐属于豆制品,营养比较全面 含有钙,铁,维生素 吃豆腐可以补充钙质,补充营养 而且豆腐含盖量是比较充足的 能够很好的增加骨络的健康 增加骨蜜度 容易消化吸收 特别的适合老年朋友们经常吃豆腐 压口不好的 抵抗力下降的 我们都可以吃豆腐 营养均衡 而且容易消化 特别的好饺 没有压口的老人 都是可以吃豆腐的 再准备两颗生菜 生菜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也可以烹饪食物 怎么吃都不错 生菜的口感比较脆爽 生菜含有的纤维素 钙 铁 可以还好的补充维生素 营养比较健康 吃生菜 可以还好的补充维生素 补钙 补铁 我们准备一块白萝卜 白萝卜的营养比较全面 白萝卜 我们经常吃 经常吃白萝卜 可以补充维生素 还能够补充营养 使身体强壮有力气 白萝卜的功效比较强大 可以润肺止咳 杀菌消毒 还能够解毒 去毒 白萝卜的营养比较全面大 平日里面 我们泡白萝卜水喝 煲汤都不错 再准备一把海米 海米的钙含量是比较充足的 白萝卜的维生素 温暖身微比较高 而且钙含量比较充足 平日里面 我们吃白萝卜 可以补充蛋白质 补充钙大 白萝卜属于蔬菜 而且清淡又爽口 营养丰富 比起它的水果 营养高出很多倍 而且白萝卜 它的口感更好 特别的脆 低脂低卡低热量 无论怎么吃都不会泡 脂肪含量很低大 而且没有任何的漂亮脂肪 适合老年朋友们吃 或者是想解肥的朋友们吃 每天吃一颗白萝卜 大约二三百克 可以补充一天的能量 补充钙 预防骨盖的流失 能够很好地补充营养 使营养更加的丰富 进入到人体之后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的 白萝卜 无论生吃 还是煲汤 或者是炒菜吃 都不错 营养全面 再准备适量的枸杞 枸杞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枸杞含有枸杞多糖 可以瞑目 壮痒 滋补干肾 老年朋友们经常吃枸杞 能够很好地壮痒的 可以很好地补肾 使身体强壮又力气 含有的维生素 矿物质 营养比较全面 而且吃枸杞 能够滋润皮肤 使皮肤红润光泽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 每天喝一杯枸杞茶水 可以喝好的滋养皮脏 滋养皮肤 使皮肤光泽稀嫩 特别的好看 而且又有气质 再准备一颗鸡蛋 鸡蛋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 而且鸡蛋被誉为营养库 它的营养比较全面达 还有多种的维生素 钙元素 优质蛋白质 每天吃鸡蛋 可以补充一天的能量 营养有些的丰富 鸡蛋里面的花青素 蛋白质脂肪 含量都比较高大 比其他的食物高出好到倍 老年朋友们吃鸡蛋 又容易消化吸收 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可以补充铁 补充维生素 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 而且还能够补充钙 怎么吃都不错 每天蒸着吃 炖着吃 无论怎么吃 都有很高的营养 鸡蛋需要打散 打散之后 放到一旁备用 打鸡蛋一定要多打一会儿 打好蛋液细腻昏滑 无论我们蒸煮都不错 接下来 我们把准备好的白萝卜 豆腐构起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大火焖煮10分钟 煮好之后 再倒入打好的蛋液 再把生财加进来 再焖煮两分钟即可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 都会承认到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是 acht 焖煮好 加入一勺盐调味 这样比较好喝 清淡爽口 不油腻 汤鲜微美 豆腐鸡蛋汤 好喝有营养 里面的食材都是不盖的好食材 越有蛋 越有蔬菜 营养比较均衡 每周吃三次 身体强壮有力气 补充维生素 补充蛋白质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 适合多众人群食用的 做法简单 汤鲜微美 补充营养 补充能量 家里面有老人孩子大 可以经常做给喝一喝 能够坏耗得 滋养身体 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大 做法又简单 不公开 很容易消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